我觉得印度这个新冠肺炎 真的非常的恐怖 它现在已经说 是全世界最可怕的病种 它现在 它被英国的变种病毒 还要来得更强 更可怕 还不止如此 还有很多副作用 之前讲 它有一个白霉菌 现在出现一个黑霉菌 对 没错 那么事实上印度啊 真的是水深火热 非常可怜 为什么呢 它今天已经死亡人数 超过30万了 其实真正的人数 应该远过大于这个30万 那么死亡那么多了以后呢 每天都还有 现在降得比较低了 还有25万人这个确诊啊 几乎整个印度 全部都陷入瘫痪 印度总理莫迪直接说 印度现在是陷入暂时状态 可是问题在这个情况之下 所以印度还没改善啊 对 这种情况下 竟然印度还有出现 那个办婚礼啊 500多个人群聚 300多个人游行啊 那你知道人家报警 以后警察来怎么办 抓人 印度警察是非常有权威的嘛 那个那个藤条来 就抓人就打对不对 最后把抓到的人 全部划他们青蛙跳 你知道吗 划他们这些来参加婚礼 这些全部是来参加婚礼的人 青蛙跳 然后新郎 这个给他出予罚款等等啊 那么这些其实是 不是做什么事 就是因为他们 不应该来参加群聚 然后再参加这个 相关的婚礼啊 你就知道哦 现在印度其实啊 那么参加婚礼 虽然很严格的 结果他们还是来 这个集体群聚 然后参加婚礼 抓到就叫你青蛙跳这样子啊 那现在最可怕的事实是什么 因为呢 这个病毒啊 你就治好了 在印度发生这样的一个案例 不要小看这个案例 我们现在这个病毒呢 大概是造成 死亡率大概是平均 百分之二到三左右嘛 结果印度现在爆发 你如果 那么这个病毒 侥幸活下来 让你活下来了 治愈了 你会发发 你会传染另外一个病毒 什么病毒呢 叫黑真菌病 他是为了什么 正常情况下 你的抵抗力很好 没有问题啊 因为你确诊 所以元气大伤 所以你免疫能力下降 所以在空气中的 这个相关的 这个菌类的包子呢 那么进来你的体 呼吸进来了以后 先攻击你的肺部 再来攻击你的大脑 攻击你的脸部 紧接而来 胸痛啊 呼吸困难等等啊 最可怕是一开始 攻击你的眼睛啊 那么他攻击你眼睛以后呢 整个眼睛肿胀 肿大 但没办法睁开 那怎么办呢 那么我告诉你啊 那么这个病呢 几乎就是锁定 成年人 尤其是男人为主啊 50%你得到这个病的男人 都会死掉 未来过去的几天 再紧接而来 你不赶快医的话就死掉 然后呢 你会因为这样子 然后整个 这个 整个全部都 那怎么救 只好把你的眼睛挖掉 挖掉以后 让他没有办法 这个等于说蔓延 才能救你的生命啊